国民党60年党务工作会议的召开 目的是在研究解决党务工作上的若干重大问题 中央常务委员袁佳干在开幕典礼中免立全体同志 坚定反共必胜的信念 免立各级主持 集中力量脆力奋发 以导发大陆上再一次的侵害革命 完成复国建国的神圣使命 他说 近几年来 国际局势更呈现着三项重要的发展 在对我们景点 第一 共产集团加紧对自由世界渗透颠覆 策动叛乱 使世界国际区动乱不已 并且随时运用统战 来分化自由国家内部 离间自由世界的团结 第二 由于日战的拖延 西方国家人民 眼战的情绪升高 多干国家这阵当局 以为既不能以武力赢的战争 防复共产势力的扩张 不如改以妥协 换取战士的和平 炒靠 于是 故事气氛 弥满了自由世界 第三 在以上 共产政策 运用统战策略 和自由世界充满 故事气氛的情况不孝 国际共产地势力 在许多民族国家态度 或者国家政策 或者影响力壮大 所以威胁政府 采取亲共政策 最近 美国政府 采取了许多 对肥 智慧的措施 以为 可以 减少共肥的 对信 改变它 对外拼命的本质 这些 显然 都是不切成绩的幻想 因此 我们政府 都曾经 及时 提出反对的忠告 相信 与中美剑的深厚友谊 中美国保卫世界 自由民主的 传统精神 非能 芳然 好